投資者可以留意這個669創科實業 我們知道近期大市邊相對比較波動 但如果一些有一個業績支持的過股 往往的抗跌性是比較強少少 創科實業如果看過去的業績增長 已經是連續保持了十多年 見到業績增長最大的主要動力 就是產品的創新 還有集團主要有三個市場 包括了美國、歐洲和其他市場 見到它的產品在不同市場的增長是非常之快 亦是說產品相對是具有一個比較廣泛的市場認可度 投資者可以在業績有支持的情況之下 可以長線留意它的股價表現 譬如現在來說大概150元留意 目標價可以在1-80元 此時位可以在1-130元